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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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打人 台股刚过国庆日三天的廉价 原本每个股市表现还OK 然后昨天的晚上 本来NASA S&P500 Dao Jones或者费半 在中场之前表现都不错 掌势不错 结果 到了过了中场 麦芽出来 先打到平盘 尾盘全面的杀尾盘 就导致 但是昨天休息的台股 今天又出现了比较明显的 补跌的麦芽 然后同时间 上海也杀 日金也杀 韩国今天也跌了1%多 恒生也跌 雅谷全军覆没 台股呢 开盘就买好脸色 早盘一路往下跌 最多跌了290点 盘中稍微反弹到一度 胜跌160点左右 然后尾盘跌177 收在16462 所以今天其实也就是在反映 所谓的国际的一些行情的变化 当然如我今天盘中文章所说的 其实国际股市在焦虑什么 其实主要的焦虑还是在于 原油价格也涨 天然气的价格也涨 然后现在是台湾可以说刚进入秋天 就是秋高气爽 天气蛮舒服的 但是那种大陆型的气候 比较偏北的 比如说中国的北方 到晚上 有些地方已经到了零下 那北欧也一样 今年又说有一个反圣音的现象 冬天可能会更冷 是一个比较冷的冬天 所以那个对于蓝煤发电的需求 那个后面是一直上来 所以当然因为价格不断涨的过程 北欧那边他们的电费是 叫做市场经济 我看到新闻是 电费很夸张的涨了四倍 所以民众上街头去抗议说 你这样怎么过日子 大陆叫共产主义 一般来说电费不太会涨 但因为这一次发电厂 买煤是市场经济 价格涨了一两倍 但是我电费不能涨 越发电亏越多 没有人用于发电 所以只好到那边电费也要涨 那民生的电费涨大概最高到两成 但是工业用电费上涨 没有上街 所以就说能源价格带动电费的上涨 电费一涨 用来生产的成本增加 万物都要跟着涨 这个叫做通货的膨胀 那一旦通膨上来 股市就会觉得有危机 所以你就看到欧美的资金就开始测 去杠杆 停损 or maybe 停利 去杠杆化的过程 资金部会开始往下降 然后钱呢 漫然股票就会回到美元 所以你看台币的部分 今天又是贬值了超过一角 那最近是一路从27.56 一路贬到今天是28.145 贬值幅度不小 代表钱是往外逃 简单的结论就是 因为通膨加美国要缩表 因为通膨有可能 未来升息的速度可能会 比预期的更快 钱就跑回美国 所以动能出不来 台股呢 今天成要量也是2782亿 未来要再现五六千亿的成要量 我认为很有得等 所以结论就是这个行情 还要整理 但目前看起来上礼拜的16162 这个低点转折是有效的 所以今天跌是反映美股跌 但明天涨的几率就高 如果未来两天再过 这根红棒的高点的话 我认为这个指数 还是会在10月份去反弹到 17000的半年线的附近 但反而这边不是V转 还是要来回震荡打底 来回震荡打底 所以台股会慢慢打底盘整反弹 但是整个指数空间应该不大 但进入第四季 逐渐的很多做梦的行情 做梦题材会开始浮上台面 之前放假的什么放暑假的 放中秋节的放国庆日的 其实国庆日过后就没有什么廉价的 所以到这个时间点到年底 乃至于到元月份 常常都有所谓的元月的行情 这段时间常常都是多头最容易赚钱的时候 所以我认为本土资金开始会逐步回流 但因为外资在测本土资金回流 行情要加温量回到之前水准不容易 但中小型股会有机会 中小型股会有机会 一切都还是看明年的展望跟第四季 谁会比第三季好 比如说金利科 10月5号礼拜二 撒到286 拉到328 当天拉了四季外上去 转折一日完成 转折一日完成 金利科一向如此 当他短线撒过头 蹦蹦一下子就V转上来 这次也一样 隔天到332.5 上礼拜四 最高来到343 礼拜来到353 那礼拜一没有上班 今天大概10点11点12点之前 都在平凡附近 上上下下 过了12点开始往上拉伸 中厂收涨365元大涨6.1% 又收这个波段反弹以来最高点 而且不止逆势抗跌 尾盘强力拉伸 强力拉伸 再度成为台股的最强势 那一来286低点转折 这转折是确认的 未来要再看到这个价格 我认为难上加 那借券空单最高峰1200张 从10月1号起陆续 我们就看到陆续在回补 礼拜五好像又增加了几十张 但大体来说 是一个回补的态势 真的要补1000多张 那是一个非常大的买盘 那第四季呢 我估计会有新的权利经销入账 新的案子 而且是大的案子 权利经销入账 8月份2000万的营收 9月份2000万营收 到第四季应该就会有一个 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因为第四季的整个 要认得全新的收入 会比第三季多得相当多 所以第四季会要认很不错的数字 那估计第一季的全新的 会再大于第四季 就开始季季高 然后9月份tap out的行政电脑 我们预期光照 大概总共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一层光照好像要用到三天的时间 然后总共好像有60层 所以前后大概要半年 所以光照半年之后搞定 然后之后准备要量产 第二季就会开始陆续要产生 所以营收第四季高于第三季 第一季又高于第四季 进入第二季呢陆陆续续 POSE系统行政电脑 还有台达电的案子那个比较小 那个量产速度应该会比较快 那陆续量产之后呢 明年第一季第二季的营收 就会开始往上跳 尤其是行政电脑 那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案子 是出货好几百万克一年 一旦开始正式出货的话 那营收就不会是现在几千万 那是几亿再跳 所以光是行政电脑 明年我估计可以赚五十块钱 所以现在股价我认为 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低点了 已经不会再有低点了 然后呢更重要的是私募 如果说可以顺利完成 董事会 抱歉股东会 去年就通过私募 就去年没有办法 今年的七月份又再通过一次私募 那今年你不办 你明年要量产要一堆钱 那你就会有资金上的压力 所以这个募资是必须的 同时私募的对象 之所以要用私募 就是因为他的对象 往往是对他在业务面 他的订单 或是他的技术上的合作 有直接贡献的伙伴 才会让人家认私募认比较便宜的价格 然后一锁锁三年 所以这个对象非常重要 那据我了解对象很有影响力 那当然这个东西其实 没有公告之前我们说不准 所以也不好说 那只要私募可以顺利完成 我认为这个低点就再也看不到 那股价就会反映明年要赚超过五十块钱的利多 五十块钱是以行政电脑的量产作为假设 不包含POSE系统 不包含台大电 不包含其他案子的相对应的权益金的收入 加上去可能明年要赚六七十块钱以上 所以赚这么多的股票 股价只有三百多块 今天有一档股票实在厉害 厉害 今天股价来到两千三百二十元 最高是两千三百四十 一路过关斩将创历史新高横盘创高横盘再创高 今年赚十五块钱的利旺已经来到两千三百四十元 目前我都不晓得它涨到哪边去 相对的大力光以前是股王 今天股价来到一千六百六十元 一千九百六十元 连两千块都不到 告诉我们说 未来的主轴 台股的主流在于IC设计半导体这一端 不再是所谓的手机的零组件 因为那个东西已经有点红海 毛利率都在往下推 IA设计里面的最上油是IP股 出现了干掉大力光的台股第三高的高价股 前面三名CDKY 华迅 姓华 华钱 今天收二千三百七十五元 利旺收二千三百二十块钱 台股前三大高价全部都是设计股 或者是一股的上油IP股 其实我们把它当成设计股的一环 大概主流就在这边 那当利旺不断的推升IP股的天花板的时候 其实未来 大家看现在市场好像就说 好黏啊 涨一下两百点三百点 又跌个两百点 晃晃晃晃晃 它终究有整理完的那一天 一旦整理完 市场资金开始进 回到股市 开始寻找明年的题材股的时候 设计股里面最强势的IP股 当利旺已经喷到两千三百块 未来可能两千四两千五 其他的比价的效应只要一展开 我认为那个会非常精彩 那明年金金科应该会是IP股里面赚最多的 获利可能五十块钱起跳 赚十五块的两千三 那赚五十块六十块七十块钱的 到底应该多少钱 我想我们就拭目以待 所以盖牌不变 随时准备进场 再做满进更加 M31 十六五号礼拜二也是 看到低档转折 351块半 然后拉到375.5 礼拜三 389 礼拜四最高来到402.5元 礼拜五还有 找盘有平凡附近 那今天 虽然跌但相对大盘强势 尾盘是跌了八块九 那对照大盘最多跌290 中场跌177块 这样拉回幅度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最近没有进一颗墙 是因为九月份的营收原本预期 要创今年新高结果 反而从八千多万 掉到6565万 这个我说 这也是IP股很难抓营收的一个特色 因为它的客户有时候就是 你认列的时间点 如果说月底跟月初 刚好差个一个礼拜 差个两三千万 那就有大差异性 因为它不是所谓的生产 它是用认列的 权利金的认列 或者授权金的认列 所以那个时间差一点点 就差满多金额 那常常就会有一个低延的效应 第四季会进入一个高峰 因为高通的授权金 我们估计会在第四季入账 这个部分会高达1000万的美金 只有两个含义 一个是1000万美金 现在汇率是28块 接近2.8亿 那股本只有3.1亿 假设可以全部认进来的话 那获利可能就 一季可能就有8块钱 9块钱 但是会认多少不知道 但是有机会认其中一大部分 所以第四季的获利 营收会是一个密集入账的高峰期 所以第四季的获利会非常漂亮 然后另一层的含义是 透过高通也打入5G手机的供应链 5G手机量未来是非常巨大的 所以一旦里面的晶片 所以一旦里面的晶片 开始用到M31的晶片IP的时候 后面它的授权金全力键的收入 是看得到的 另外一个是USB4.0跟PCI5.0 高速传输 这部分也将大好 所以6104的创围 虽然说今天拉回的我们在谈股价 但191分数是跃增了14.7% 一举创下历史新高 突破3亿而且到了3亿2 所以就是我说的高速传输 其实市场才刚上来 Intel要推新的处理器的平台 然后Apple 微软都出新的鼻型电脑 效能越来越强 除以速度越来越快 整个周边的USB4.0的单晶片 都用创围的 所以整个量式需求是报上来的 更往上层的IP的部分 M31 USB4.0是周边的界面 内部传输的PCI1的5.0部分 这两个它的IP都已经拿到台电的认证 所以高速传输跟5G手机两块都大好 很简单的道理 当力旺可以涨到2300的时候 M31只有它的零头300多块 所以未来一定会有一个比价效应 只是看什么时候要开始 然后回到刚刚我们所说的创围 今天又跟着大盘拉回 那因为礼拜五是涨停嘛 所以反倒今天卖压又特别重 那这就是一个反复打底 一红一黑二红大涨 涨停板今天又拉回 但目前都没有破底 因为其实营收就是数字就是那么好 看起来这筹码就是反复还需要稍微 沉淀一下换手一下 但九月份营收好 第四期会更好 因为相关的它的IC 估计从十月份要涨价到15到20% 高传输市场才刚上来 目前大家都在努力的要抓更多的产 所以当金元代工涨价的时候 其实客户是很缺的 很需要相关的高度传输的相关的单晶片 所以它可以转嫁给客户 金元代工涨价它就跟着涨价 所以毛利率的部分 到第二季已经到50.48% 我们规计第三季至少超过52% 第四季再涨更高超过55% 所以九月运收创新高 远优于市场预期 高速传输明年市场是大好 加上十月份再涨价 第四季会越赚越多 明年将大赚15块钱 那同样的我常喜欢用一个比价 比价的概念就是 比如说6756的威风店 这波最高涨到554 然后打回到385块 反弹到450左右 目前在400块以上做一个很满整理 上半年赚5.82 今年大概就123块 最高涨到554块 如果说明年获利不见得输给 威风店的创伪 现在股价只有多少 一百一十几块 这个都是呈现一个非常大的价差 所以你不要以为说 这种价差会永远维持在那边 以我们的经验 以前世新比创意便宜很多 但是获利逐渐的干掉创意的过程 股价从落后创意很多 变成追平 最后世新股价涨到九百一千块 昨天最高 礼拜五最高到958块 但创意呢 现在是五百块出头 所以获利最后还是 跟股价是绑在一起 所以当然获利差不了多少 但股价落差太大的时候 最后那个底价的收敛效益 那个效应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中规一句就说 接下来是要买精品股 只要这些股票是有数字的 礼拜五可以涨停板的原因 是因为它的营收非常好 今天点停板是因为大盘又挂了 但它营收好的那一个原因理由 其实是不变 第四季会更好 所以礼拜五大涨今天打下来 很有可能明天又大涨 然后过两天就 又过了这几天的盘整的高点 因为最后终究还是要反应数值 所以还是要坚持 只买精品股 我们的精品股买都是最好的毛利率 盈盈率 有最好的EPS 最强的成长性跟最高的市占率 只要这些条件都具备 当行情开始气氛转加 没有太多的多杀多筹码或者已经杀完了 然后外在的气氛转加利空逐步转为利多的时候 会先飙上去的都是这些股票 比如说上礼拜开始布许的中夏威的精品股 第四季要出车用的跟卫星用的两个新的产品 加上第四季又是传统的旺季 营收会相当明显的鼻上去抢 但EPS上看七毛到一块钱 今年要赚五块明年赚七到八块 股价是六几块钱 将有条件上看九十几 这是五神空间的大标股 所以欢迎大家大家都来加入LINE官方账号 收约小鼠STARMASTER 加入之后并且留言账老师最棒 就可以得到十月标股券 来领取十月份最新的精品标股 等回来再聊小股票 好 欢迎回到现场 那我看这个盘式 其实包含美国的缩表 那公在职域短期的飙升 跟大陆的限电涨电费 其实利空已经陆陆续续反应了两三次 那利空的效应会越来越低 然后反应到最后 因为股价也修正过了 之后只要有一点点利多 蹦蹦蹦那股价就上去 所以盘式的变化会越来越少 越进入到第四季 越进入到年底 那行情值会越来越强 那中小型的股票会开始作梦行情 其中只要是涨价的 我认为股价执政会最强 比如说伟权店10月份 PDIC缺翻天 就快充IC缺翻天 10月1号涨价15% 所有产品涨价15% 现货的报价甚至涨了三倍 它很多东西都出现货 所以第三季 第四季 单月PS有机会挑战一块钱 股价现在只有多少 股价只有七十八块 大概不到八十块钱 所以涨价的时候 应该大涨反而急杀 应该大涨反而急杀下来 在低档这边买进 那亏有限 一旦开始反映数字 那会有一波大行情 然后镇压礼拜五呢 最多涨5.3% 早上一度是逆势往上 回盘可惜 盘是欠加 稍微压回小跌 但10月电子书要涨价 需要标案第四季密集出货 第四季一片上看三到三块半 明年黑白电子书升级彩色 这个市场要从2000万 成长到6000万 明年要上看8到10块钱 从数字看你就知道 五十几块的股价真的太过便宜 然后最新布局的中价位的精明股 第四季单月要赚0.7到1块钱 股价只有60块 上看90块 五成空间的大标股 所以欢迎大家 都来交我的LINE官方账号 搜寻小老鼠StarMaster 加入LINE官方账号之后 只要留言郑老师最棒 就可以得到10月最新标股券 凭着10月标股券 可以跟张老师领最新一档 正要买进的全新精品标股 主要上次顺利 明天再见